所以今天會由阿端跟DM5跟宇婷來做一個心得分享 對不對 好 要用你的嗎 阿端 阿端阿端 好 沒關係那我再繼續拖時間 就是 那因為這次其實陣容蠻厚大的 所以我們 除了 除了今天這個短講之外呢 一共會另外辦四場分享 對喔大概是一月才會開始 因為已經年底了 那這四場分享會有各自不同的主題 包括有些是環境議題的 那看世界各國在環境與Open Government之間的努力是甚 然後還有一些是公民參與的議題 還有一些是可能政府本身的資訊上官的議題 好 欸 阿端呢 阿端哦 沒關係 那你今天講然後他在開場了 這環境人在 好 那我就直接先開始了 等一下中間 就請阿端再說有其他說明 就是在 12月的時候我們去了巴黎嘛 OGP 然後這是相關的HTag 然後這個是一個 他們那個送產 你可以看到就是相當的寬敞明亮 然後右邊這邊也可以看到 就是跟我們那個送一樣會有一些牌子 這樣子 好 然後 大概講一下OGP跟距離內的脈絡 其實OGP在2013年已經在OGP的blog有出現 也是布林做的一個有關於那個立委說什麼的一個工具 然後後續在今年中的時候其實國會中也是跟OGP上面有過個相關的一個link 然後最後我們今年年底的就是去OGP這個活動 好 在外國 然後這是成員 然後成員其實蠻多元的 就是有公民科技啊環境議題啊 還有審議啊 人權啊 還有記者 對 好 當然主要去OGP的人不只這些 OK 好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個資訊 這就是 所有去OGP的成員的分部 那其實這幾下有部分就請共參考 那玩死在左下角 然後Rodeta也在上面 因為 作者有點搞錯 每個國家所在的那個亞洲啊非洲啊在地方 所以 沒發現奇怪有些在某個國家為什麼在亞洲這樣子 好 那我特別再整理過一次 就是 跟台灣相關的其他遠近國家好 台灣大概看到十七個人 然後 其實在亞洲最多的是尼泊爾 尼泊爾 就是在2015年有一個大地震的尼泊爾 OK 然後 其實有些會員國 比如說像韓國蒙古國去的人反而不多 五六個人可能大概是官員 然後 反而是會員國像菲律賓跟喬治亞其實還蠻激起的 然後我可以看到 嗯 日本啊 或者一些地方 它其實是符合OGB的條件 但他們去的人其實不是很多 好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主要的強勢的國家 比如說美國啊 法國啊 這些 他們都去蠻多的 就是主要的人 好 那在活動開始前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 公民之夜 就是我們G-mean-use lunch的那一天 為什麼重要是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原來法國的聚會會有馬卡龍 跟法國平方還有白酒紅酒 這實在是讓我有點驚訝 OK 好 好那左架小有詳細的錄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內容 那G-mean-use可以去follow一下 OK 好 那 讀完後也在我們推特上有非常多人去分享跟關注這樣 好 然後跟他分享開幕式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就是未來人們不再會分左派跟右派 而是台灣跟封閉的 OK 的政府 然後 有Hegg Tag叫做Open Government 大家可以在follow Twitter這個Hegg Tag 好 好 那很特別的是我們黑客棟是在法國的總統部裡面 所以說 你就會發現右上角那個法國總統 必須可能不會在參選的總統在右上角 跟大家沒錯沒錯 跟大家聊 應該在做什麼東西 對 我想他應該不太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對 好 然後 然後右下角可以看到就是怎樣會分享PM5 他會崩潰的跟大家分享我們台北 台灣就是那個環災的地圖的這個一個case OK 然後在黑客棟往後有一個ogp.buzz.org的 的網站的LAN群 那 可能猜測沒大家看不出來 就是大家可以關注一下這個網址 那 就是所有的 呃 有關Open Government的tours都在那邊 目前有一千多個 OK 好 那我特別分享在這次黑客棟有兩個我特別關注的議題 呃的專案 第一個就是 呃好 其實有 不知道怎麼念 因為他就是西方牙語有點翻的 那他現在是 是 是 OK 那他是馬德里市政府 呃 看他就是政府原本要做一個公民的電子參與的系統 然後找了一些就freelancer的朋友們然後參與了 齁 他就變成了一個一個 呃 可以讓大家去使用的open source的 的參與系統 然後現在一開始主要是 呃 馬德里市議會在用 然後在西方牙擴散 在西方牙擴散之後呢 接下來在OGP之後 呃 擴散到更多的一般人 然後在OGP大多都是黑客棟嘛 黑客棟嘛人家是寫酷 不是他們是說我們當然取了一個新的首頁 所以 那種是下面做了23個 單位使用他們的專案 對 對這也是蠻特別的 然後 呃 如果你對 呃 對神醫或者對西方牙有研究的 歡迎就跟我一起來研究這個專案 因為 我們在下一次的有關公民CITIC的分享 我可能會特別 跟這次跟大家去聊 因為我想要知道他的脈絡 他們怎麼去 就像是我們現在GEMIN G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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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第二種還蠻特別的 是他是一個民主的盒子 民主的盒子就是 他是用R拍座的 但為什麼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們希望大家就是 比如說這個空間沒有網路的時候 可以連到這個BOX 就可以做協作這件事情 對 然後 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有點懷疑是 他們真的網路不是很好 對 好 那下面的中間 其實台灣人有先都有參與 我就不再多說了 好 那這個是 我參加了某一個朋友 然後當然在下面的 就是我們後面的分享 我會更仔細的跟大家說明 那他其實蠻特別 前半段是政府人員 後半段是那個 算是Programmen 或Hacker 從衣服的站穿 我就會知道 前面是西裝 後面就比較隨心一點 對 然後這是一個蠻有趣的對話 就是 算是CSO跟OGV的 一個 的一個 應該政府關於的 關於一個 開放OpenSource的政策的 的討論 然後在GeeHub上面 所以 他我的管子有GeeHub的report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上面有一些討論的內容 好 然後 這一個 這一個分別是我們去分享 呃 柯蘭偉的計畫 他這個題目很特別就是 分享你失敗的經驗 所以呢 與會者說 人政策其實是爆滿的 你看到就會議都坐滿了 然後 就會議旁邊的椅子也是坐滿的 然後很 呃 那個 所以說每一個國家都會分享他失敗的經驗 然後 呃 大部分都是分享跟政府的資料失敗很痛苦 然後希望OGP幫滿的經驗 然後 我們算是裡面小小 欸我們有一個小小成功希望的經驗 所以 呃 也得到了一個關注 然後 這裡有一個Hashtag 那 如果你有其他事外經驗 你可以 在Twitter上投文 然後 下這Hashtag 也許有人會告訴你解決辦法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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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後面又再幫 再特意 再補充 叫我們那時候如何要到投票所這些資料的資訊 對 然後 所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蠻喜歡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亂講照片裡面有一個蘿莉 在這邊 對 為什麼 我會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 有小朋友在這種公共議題參與是一件很犯的事情 對 所以我蠻鼓勵 如果小孩子可以帶來G&B這邊 跑好好跳跳 我覺得無反 對 好 其實我蠻期待他有發言的 其實看案子是沒有 好 好 然後 再來就是這個就是芭拉文件的議程 那芭拉文件其實 嗯 他比較少 大家如果關注芭拉的文件內容的話 他其實裡面會比較少在討論這些 討論的是 比如說記者的問題 比如說有些人記者就會為了報這個 會有生命危險啊 然後甚至放棄工作 我看到有些討論上是比如說 拿個五百塊到七百塊的美金 在過火的這樣子 對 我覺得有點瘋狂 然後 那大概 最後一個問題 包括 有些會質疑說 這個文件的真實性的問題等等的 然後開場Panel的時候 我記得也有提到芭拉文件 好 然後他們就這個去討論說 嗯 金融透明度的議題 對 好 然後 好 那 呃 好 這部分有 有錄影檔 呃 那個Panel的那個 Opening的那個 主持稿在下面有網子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 最特別就是我走進去的時候 全部都喘氣 所以我發現覺得我真的有點格格不入 對 然後所以他們大概就是因為OGP的單位的人員 他們 呃 那時候我們剛好在這個過程有討論到一件事 就是OGP有沒有人力去卡丘說 你的會員國不需要Open 其實 是沒有主動的公學力的 不過 他們有做一件事就是 IRA這個組織 就是獨立調查單位 他可以去針對會員國 到底OpenOpen的狀況做研究報告 然後就有一個 呃 IRA的report report的 然後再次有網子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這個換一面就是 大家去討論這個 這裡面的研究到底有沒有效啊 到底 進不進准啊 有沒有問題啊等等的 然後很特別是台下會有人 就是打虛擬上去質疑說OGP 我覺得你這個研究有問題 這樣 好 然後 然後 分享一下這個 因社會後面的審議的那個 分兩個包含題 那個我對於這個 呃 講者他是那個 CNDP的副主 其他講的這句話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呃 我們可以在政府機構 跟公民社會先找一個平衡 在生態有限制的先找一個平衡 好 那 呃 還有一篇文章 我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整個OGP的整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大家的心情就是 誒 這個社群 好 嗯 主要的標題就是 主要的標題就是 主要標題就是 親愛的民族你需要更多的hack 為什麼 因為hack懂得去使用技術 然後hack樂於跟政府挑戰 或者跟機構挑戰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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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ck的設計是為了公民 然後hack懂得用數據科技等等 然後相機的文章在那邊 然後 然後 最後 我覺得這件是我簡報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 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情 呃 在政治OGP之後 跟相關之間之間之後呢 國際在關注 包括某一封電話之後 國際發覺有個很神奇的台灣嘛 然後更神奇的是 這個 這個政府好像很open 對 然後有個GTV這樣子 所以 Twitter開始follow台灣的一些OGP的狀案 但是其實 Twitter上面的資訊不多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我們在未來 我們會做一些狀案 關於open source 或者關於政府的狀案的時候 這幾個tag可以下 PG7Ttag 發言有些會寫寫的叫7T 然後 open government OOP GOV 然後還有開發國會 或者TOBAS 大家可以下這tag 那這tag後 在Twitter上 其實就會有人發現 台灣其實在做什麼東西 他可能就會想要 來或者知道這個地方 或者你可以跟他更多的交流 因為我覺得我們才蠻多tool 其實是國際也需要的 因為我在這次的會議中 發言的是他跟他討論的一些事情 其實台灣有些事情想要做的 對 然後他現在還討論 那個 一般秩序的話 這些事情嘛 那台灣最開始的 其實有考慮已經做完這些東西了 好 最後就是我的簡報結尾 是 貢獻的分享 和自己的所有鄰居 謝謝 好 對不起我剛剛是補充尼古丁 所以補充一點介紹 那個 就是這一次 就是去這個法國 就是OGP Summit的參訪 是這個開放文化基金會 這邊openize 然後這個民主基金會 然後也有 經濟部工業局 贊助一點點 只有一點點 然後內政部更少 好 然後大概就是有一些經費 然後 所以最後我們就是加加減減 然後 有一些人很困難 但是最後還是想辦法 弄到了17人 去參加 這樣子 那這個 因為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後來回來以後 就是切了幾個主題 那 就是這個 雨庭跟PM5 他們就會開一個 就是專門在談這個 可能跟這個 G0V CVTEC工具 專案等等 有關的這個 一個分享會 然後我們還會有專門談 就是這個 審議 就是公共審議 這個民主的 這一個分享會 然後也會有談 就是環境的 然後最後就是 OZF賽 應該是十二月底 或是一月初 也會辦一場 就是跟這個 In General 來談整個 OGV Summit 的狀況 所以總共會有四場分享會呢 類似 好 所以今天如果覺得 就是聽得意猶未盡的話 就是記得要那個 Follow一下 後續分享會的消息 可以記住 謝謝 我會講有點話 不過我的 我已經放在Gitar上面 所以非常會列出網址 所以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 我那幾天都待在黑客松 所以我會介紹幾個 專案為主 那 OGV黑客松 剛剛雨庭已經講過 它 是 伴隨著OGV大會 今年才開始出現 一個黑客松 總共有兩天半 那第一個半天 在總統府 後面兩天在 跟大會同樣的場地 然後是我的專案 都集結在這兩個網站 那 上面有非常多東西 所以如果有興趣看一下 專案的列表的話 可以去 那點看一下 我只挑一兩個 然後 我比較有興趣的專案 想記一點的介紹 所以這是第一天的總統府 然後這是第二天的 第二天以後 跟大會在一起的同一個場地 然後我也會講一下 我們對這個場地的 安排的想法 第一個是 Open Contracting Toolbox 這個專案是 目標是開放全世界政府的採購相關資料 然後它是由 開放採購國際 我們 Open Contracting Partnership 所主持的一個計畫 這是一群人集結起來 做了一陣子的計畫 然後 主要現在已經有一個 成功是開放採購資料標準 Open Contracting Data Standard 大概已經是1.0版了 所以很多人在用 然後 它這個標準 長得像這個樣子 所以它從 從 計畫 然後 發標 然後 得標 然後簽約 然後到實作 到最後的 審查的過程 都包含在 試圖包含在 這個 Data Standard裡面 所以可以讓 把這些資料都會用 同樣的格式公布出來 讓大家可以見合獎 那 這個大概是 它的 資料格式長的樣子 也 基本上是一個Bason 然後你可以去 他們就是希望 用這個方式 讓我們全世界的 採購資料 都可以用同樣的東西處理 那 現場它有給我們 Demo一些 視覺化 就是他們已經 爬了一些政府的 採購資料出來了 不過我們當然 就是要看它 台灣裡面有資料 它當然就沒有資料 所以還在爬 但是它已經在計畫 做這件事情了 那 在台灣其實 由智庫舉動 有參與這件事情 所以當天他也有去 然後我有跟那個 他們聊了一下 智庫舉動 在2005年 就有 加入這個專案 然後可能 又 運用這些專案 到他們的一些工作上面 然後我側面 聽說他們好像 有爬一些台灣的 標案的資料 但是詳情這個廟 我不太清楚 所以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 那 第二組 比較大的專案 是政治人物 基本資料 這個是好幾個專案 都在現場 很多都在現場 第一個是 Ever Pollitution 這個可能 有一些人已經聽過了 那 那 Wikidata Ever Pollitation 是 的一個計畫 目標也是 把全世界的政治人物 的基本資料都留下來 然後 第二個是 Wikidata 就是有點像 維基百科的方式去整理 各式各樣的資料 那其中有一個大分類 就是政治人物 所以在上面可以查到 台灣的政治人物的資料 第三個是 POPOLO POPOLO有點像是 制定標準格式的 做法 他們想要的 定的是一個簡單 可以好用的 Jason的格式去 表達 各種政治人物的 工作 或是位置 或是他們的 指揮電動的情況 等等等等 那這個POPOLO的計畫 我們 距離有一些專案在用 不過他們這幾年 這陣子又做了許多的 更新的功能 所以像是政治人物 從這個指揮 跑那個指揮 等等的電話 都可以表示出來 所以也許可以拿來換 那個人物關系統 之類的 然後第四個 SINAR Project 是馬來西亞的一個 政治人物基本資料 開放的專案 他們主要做的是 有一個API 跟一個後台 跟一個資料庫 那最後一個 CAPOLO 是南美的幾個 主要國家做的 政治人物 基本資料的視覺化 有 巴西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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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國家 那這幾個專案 大概長得像這樣 這是EverClausVision 你可以在上面查很多 政治人物資料 有台灣的 然後這個是 Wikidata 台灣的政治人物資料的 長相 然後第三個 就是POPOLO 然後它有 許許多多的 SPEC在上面可以使用 這是 SINAR Project 其實有資料庫 跟後台 它有個API 然後最後這是 他們有一個 蠻酷的視覺化 可以把政治人物的 職位的聲線圖 排出來 就像RTG一樣 所以各位有看到 這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聯合陣線引領的行程 所以在 當天的 OPPOGP的Tourbox 有一個計畫 他們想要把這幾個 全部串聯起來 就是 從 Every politician 跟其他的來源 可以收集到 證物製作人物的資料 他們會 他們已經 Wikidata Wikidata想辦法 把它轉成 POPOLO的格式 然後 匯到SINAR Project的 後台的資料庫 然後就可以用前面的 Coprographia 美美的畫書 直覺化出來 所以這是他們 最後一天 所發表的一個構想 那 我們鄉親可以繼續追蹤 之後做的情況怎麼樣 我先講一下 黑客宗的個人的感想 首先是 這個黑客宗 不太像 它在上面有提案的 幾乎都是經營很多年的專案 而不太像是 當天跑過去說 我要來做這個 有沒有人要做 對這樣 比較少就有情形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幾別 都是做了一陣子 做了至少一年一場的專案 然後 黑客宗是今年的大會 才加進去的活動 所以它跟大會的議程 其實有一點格格不入 簡單的說就是 參加議程的人 可能不知道黑客宗在幹嘛 黑客宗的人 可能不管議程在幹嘛 然後 在第二天之後呢 那個場地是混在一起的 就是 黑客宗區 基本上就是大會的 休息區的一部分 所以就會 很多人就會 就是混進來 開始坐下來 然後開電腦 開始打 收E-mail等等 所以你常常會 到了第二三天之後 你常會不知道 坐在你旁邊的 到底是在寫扣呢 還是要去參加議程呢 所以第一天的 封閉的場地裡面的 各專案之間的交流 比較好 但是到第二三天之後 其實大部分的專案 都是自己做第一個事情 所以有一點 議程歸議程 然後工具規工具的情況 那最後 我剛剛前面有列出兩個 大會的網站 列出了 他們大會的實質層 列為大會實質層 或是一的 Open Toolbox 那個 第二個網站裡面 列了一千條 買多個專案 那當然不會是當天的 黑客宗做出來的 裡面包括 Open Stream Map 包括 許許多多常見的 Open Data 跟Open Source的工具 都列在裡面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有點在灌水 那反過來說 回來看台灣的情況 我自己也覺得 就是比較之下 我覺得台灣比較少 像雨萍剛剛說的 我們要做一個 就是可以給全世界的人 一起用的專案 我們的專案 常常在解決 本地的問題 那台灣本地 當然有很低自己的問題 但是 好像偶爾應該會 應該預期 它會出現一個 我們想要解決 全世界的一個問題 這樣的專案出現 那在台灣比較少看到 所以這是相比之下的 這是法國總統 他第一天有去總統府裡面 參觀美客宗 然後我有跟他悟到手 所以 回來就感冒了 不是很清楚 沒有關係 最後講一下 有趣的啟動一場議程 他做的是Civicus Monitor 特別提一下 這個是因為它是工具類的東西 但是還在議程裡面 Civicus.org 是一個 是一個觀察各國的人權基本 基本人權的現況 和組織 然後他們做的Monitor 就是觀察各國基本人權的現況 他們有一套方法 都去收集 新聞報道 研究報告 然後在地的合作夥伴 等等的報告 然後經由一個 經由一個精緻的討論 跟評分的程序 然後得到一個評分 和一些評估的結果 然後這邊有一個網站 就在上面可以看到 各國的人權狀況 這邊的基本人員講的是 言論自由跟和平集會的自由 所以做出來的工具長得像不像 那紅色就是鋒利的 然後橘色就是有受壓迫的 然後黃色就是有受一點阻礙的 綠色就是有點狹窄的 深綠色就是很開放的 那這當然是一個很模糊的講法 所以在那一件議程 其實是一個工作坊 我們就針對這些用詞的問題 討論好證 那當然裡面也沒有台灣的data 所以就是我們的同伴有去跟他問說 你沒有要放台灣的data進去 他們說因為人力的關係 所以他們還在進行中 但是他們預期是希望 能夠把全世界的國家都放出去 然後這個是目前的資料 主要他們設計這個移程在裡面 是因為這個工具的開發是前幾年的 OGP的某一個議程所發想出來 就是他們希望知道說 各國在宣示開放政府的同時 你們對於基本人權重不重視 因為沒有基本人權 基本上就沒有開放政府這回事 所以這個工具做出來的目的是 希望搜集OGP的會員的資料 然後去評估 現在在OGP的會員國 有多少國家它的基本人權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是從closed一直排到open的 國家的數目等等 所以這個是議程 除了討論這個工具好不好用 之外也討論 OGP能不能針對這件事情 藉由這些資料去發展出下一步的行動 去讓某些國家的言論自由的問題有所改善 所以它一方面是一個工具的測試 就是使用者的測試 一方面也是會來監討說 OGP有沒有更好的程序可以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這就是那個工作坊最後 所產出的一些答案 就是OBGP可以採取什麼行動 那這個是我個人覺得比較 我覺得會比較有趣的工具和議程相結合的情況 就是OBGP跟黑客宗其實我前面說 有很多情況下是分離的 也就是說OBGP討論很多問題 我們可能會想說你能夠開發一個工具來幫助 幫助OBGP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種情況其實很少見 所以OBGP是一個比較難夠看到的 會想說有這個問題意識的狀態在裡面 最後一個參訪的感想 是有很多狀態看法國政府的措施 其實是對於基本權利跟平等的重視 基本權利包括或許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兩個權利 就是他們很希望包括使用網 容易的使用網路這樣的權利 你都可以盡可能的補給到每一個人身上 因為有這些技術才有所謂的開放政府可言 所以他們投出了很多資源在上面 這是我感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也就是說在這種環境 這種語境下能講基本權利跟講平等其實是非常有力的 就是非常有力量的 好 最後只是我同一天的位置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宇婷跟DM5還有阿端的介紹 那接下來如果後面四場分享會會在哪裡發布啊 OCM的臉書 喔 OCM的本書 臉書 所以請大家這個來follow一下 好 那在最後一位是 之號他要講開放開放 開放